所有的銀行都不向學生收任何的利息 政府來補貼 大家說好不好 不捨新年苦悲學貸 韓國瑜再拋學貸利息全免政見 而青年族群支持度最高的民進黨政府 確實這個反應 其實在去年已經做了一次的調整 把利率從1.65調到1.1215 那未來我們還是會持續的檢討 如果有政客到了選舉突然大喊 向政府借錢不用還 這個你可以判斷 這是不負責任 對於現況自得一瞞 但青年的感受是如此嗎 按照統計數字 教育部現有學貸利率是1.15% 每個月利息補貼平均265元 對比韓國瑜所提出的零息學貸 總預算僅僅增加16.5億元 但教育部的高教司長 卻聲稱恐有套利風險 認為不需要學貸的學生 也有可能申請學貸另做他用 但實情仍有39.8萬的學生 償還不出學貸 所有的綠軍都是酸鹽酸鹽 但是軍不見 他光最近政策買票就撒了2000多億 軍不見 他一個風力發電就花了兩兆星海力 莫非這些人永遠兩套標準 從來不站在年輕人角度去思考 韓團隊炮轟蔡政府把學生當賊 相對於對學生的斤斤計較 對大財團民進黨卻大方許多 以國發經濟來說光台商回流計劃就花上200億元預算 貸款利息也僅僅1.5%還補貼 利息23.3億元 幾乎不用付利息 讓學生親和以堪 今年一個學生3000塊 你買飛機一下 多了多了 0.7億到0.8億美金 你都捨得家具花 對學生責儉不願意多花16億元 蔡政府卻在其他地方到處撒錢 光夜市券砸下5.8億元 雲團發票增加獎再砸2.45億元 國旅秋冬旅遊加碼高達46億元 財團回來投資 免利息 但是還在跟學生 禁禁計較 每個月265億 為了選舉撒幣 武上線最挺自己的青年 卻捨不得花腳錢 民進黨的政策邏輯 比起扶國立寧 衝刺選情 財政策邏輯 借山少神 張宇軒 談不論